最不上的这种结合了一个传统和一个高清技术的产品 这个为核心制造的这个产品 好的 那么我们也是看到我手前的这个宣传资料里面显示 它的名字叫做Greyfus 那么这样的一个名字还有这样一个 有点像神兽形状的这个标志 有什么不同的定义呢 好的 我们的楼梦里面是Greyfus 有什么意义的意义呢 Greyfus的这个楼梦里面有什么意义呢 Greyfus的这个楼梦里面是天上的王 它这个身体是地上的王 它这个身体是地上的王 就是天上和地下王者的结合 对是的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 所以可以象征 想象中的一个龙的这个 这个 概念 是 古代东方的德华 ��든가 Greyfus 西方的一个传统文化里头 也会有这个 是 Greyfus 也会有这个 这个 在古代的东洋文化 这个画展里头 也会有这个 在西方的一个传统文化里头 也会有这个 对是的 Greyfu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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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 Greyfus 是 Greyfus 可以在深 这个地表底下很深的地方 可以挖掘黄金 而且 首后的一个能量 Greyfu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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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推干的话 象征着 Greyfus Greyfus 首后的富贵和名誉 这个意思 就是 不是一个人生的像文艺 这是一个 广告的球干的本来 对 我也是 你怎么会有 尊贵的球干呢 我们还想了解一下 这样的一个尊贵的球干呢 究竟它的制造工艺 和以往的一些球干有什么独特的不同呢 可能алaux的用品有一個啊 elabor海äng的做工程程在超級的製造時間 跟一些销匣的功能不同 有一樣的調工程程 flooded嗎 看看 在我的解錄身上一部分 就可以做方案 MOK 사람的製造工程程度 我们这个卡特罗里面也有介绍 我们这个制作工艺呢 是在韩国制造国席的五位名将来制作的 国席好比是我们中国古代的玉玺 象征着皇帝的权威和力量 用这个流传道至今的工艺来制作的 这五位名将 现在出现的各种普特的 本马、马尼斯汀 这些各种普特的各种工程 都在工程中生产与工程中生产业 这些工程中生产业的工程中生产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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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近在韩国球局的市场上 还是马西斯汀这些都是在他们的工程当上制造出来的 而我们的克里夫斯球局 是在每一位名将的私人制作室里头 是纯手工做出来的 啊就是一个纯私人的手工锻造 是的 克里夫斯把特的工程中生产业的工程中生产业的 所以我们这个克里夫斯球杆里头所包容的这五位名将的灵魂 还有我们的球杆所有的球杆不是说无限量的生产 我都是限量版的从JS98款式全世界我们只生产五个投放五支推杆